大家好,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当中的二叉排序数 二叉排序数呢,它又称为二叉查找数 又称为二叉查找数 它或者说是一颗空的二叉数 或者说是具有以下性质的二叉数 我们来看它几个性质 首先看第一个性质 第一个性质 如果它的左子数不空 则右子数上所有节点的值都小于根节点的值 如果它的左子数不空 左子数不是空的 则 左子数上 左子数上所有的节点的值都小于根节点的值 这是第一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 如果它的右子数不空 则右子数上所有节点的值均大于根节点的值 如果它的右子数不空 则 则 右子数上所有节点的值都大于根节点的值 这是第二个性质 第三个性质 它的左右子数也都是二叉排序数 它的左右子数也都是二叉排序数 这是它的三个性质 从我们这个定义的性质可以看出 二叉排序数 它是记录之间满足一定次序关系的二叉数 中序便利二叉排序数 可以得到一个按关键码有序的排列 这也是二叉排序数的名称这游览 好的 我们的二叉排序数呢 通常呢 采用的是二叉链表来进行存储的 它的这个节点结构呢 呃 节点结构 可以复用 二叉链表的节点结构 下面呢 我们来完成二叉数的二叉排序数的插入 二叉排序数的呃 构造 以及呢 二叉排序数的删除 我们给出他们的尾代码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 二叉排序数的插入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判断 就是根据二叉数 二叉排序数的定义 向二叉排序数当中插入一个节点 s的过程 我们来用尾代码来表述 第一个呢 如果root是空数 如果root 它是什么呢 空数 则 将节点 s 作为 根节点插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判断呢 是什么呢 就是否则 它不是空数的话呢 否则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再判断 如果 s gendator 啊 它的它的这个 数值 小于 root gendator 则 把 把节点 s 插入到 root的 桌子数 当中 第三一步呢 就是 就是 否则 就是 它的值呢 大于 root gendator 就把 s 节点 插入到 root的 u 子数 当中 这是 这是二叉数的 插入 二叉排序数的插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 讲述 就是由我们 这个描述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插入的节点 它是作为 叶子插入到 二叉排序数当中的 无论插入 它插在这个 左子数 还是右子数当中 都是按照 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插入过程呢 它是递规的 它是递规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二叉排序数的构造 也是尾代码 首先第一个呢 第一步 我们依次取每一个记录 并且呢 执行下属操作 依次取 每一个 记录啊 执行下列操作 1.1 1.1步呢 它是 申请一个数据域 什么呢 ri 的节点s s的左右指振域 为空 然后呢看1.2 调用算法 就是插入 就是调用这个插入算法 哎 就用插入算法 将 节点s 插入到 二叉排序数 当中 好的 构造呢 它是比较到这个简单的 只有 简单的 两步 两个步骤 呃 在找到这个插入位置之后呢 找到插入位置之后 像二叉排序数当中 插入节点的操作 只是修改相应的 指针 而 旋找 插入位置的 比较次数 不超过 数的深度 所以呢 二叉排序数呢 具有较高的插入效果 哎 具有较高的插入效率 在插入过程当中呢 插入节点的次序不同 所构造的二叉排序数的形状 就不同 所以 对应同一个 查找结合 呃 查找集合 可以有不同的 二叉排序数的形状 而不同的二叉排序数 可能具有不同的深度 这个呢 直接影响着 二叉排序数的插入效率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二叉排序数的 删除 二叉排序数的删除操作呢 它比插入操作要复杂一些 首先呢 从二叉排序数当中 连接关系 而删除 连接 则不同 被删除的 可能是节点的 可能是叶子节点 也可能是分支节点 当删除分支节点的时候呢 就破坏了 二叉排序数 二叉排序数当中 原有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 需要重新修改指针 使得 删除节点后 仍然是一颗 二叉排序数 下面呢 我们来讨论 二叉排序数的 删除 它的一般性呢 就是什么呢 射 在删除节点为P 则双亲节点的为F 而且呢 P 它是F的 左孩子 则被删除节点后呢 有三种情况 P节点是叶子 P 既没有左子数 也没有右子数 第二种情况呢 是P只有左子数 或者说只有右子数 第三种情况呢 是P既有左子数 又有右子数 OK 根据我们这些简单的描述呢 在二叉排序数当中 删除一个节点F的 左孩子节点P的算法 用尾代码 我们来进行这个表示 首先第一步呢 是 如果节点P是叶子 是叶子的话呢 则 直接删除 解点P 第二个 它就是不是叶子 如果解点P只有左子数 只有左子数的话呢 则 是需要 从结 P的左子数 就可以了 右子数也是一样 如果 解点P 只有右子数 则 只需要 重结P的 右子数 OK这是第二步 第三一步呢 是什么呢 如果节点P的左子数 左右子数 绝不空 如果节点P的 左右子数 都不空 则呢我们有 四步 首先呢 3.1 插着 节点S的 插着节点P 节点P的右子数上的 最左下节点 右子数上 最 左 下节点 S的 双亲节点 Parent 先找到 然后呢第二步呢 3.2 将 节点S的 数据域 替换到 被删除 节点 P的数据域 OK 接下来看第三步 3.3 将节点P的 右孩子 据说来判断 如果 节点P的 右孩子 没有 左子数 则什么呢 将 S的 右子数 接到 Parent的 右子数 的上面 第四步呢 当然它这个 还没完 直上 否则 就将 S的 右子数 接到 节点Parent的 桌子数 上 然后呢我们来看 第四步 3.4 最后呢就是 删除 几点S 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我们二叉数 二叉排序数的 删除的 尾代码 OK 关于呢就是我们二叉排序数呢 它的这个概念呢 性质 以及呢它的这个尾代码呢 我们就讲解的这些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这个作业 根据根据二叉排序数的尾代码实现 二叉排序数的C++实现函数排序数的这个排序数算法的C++实现 好的 这个呢是我们关于 在面试题当中呢我们的二叉排序数的这个考点 我们所经常考到的几个这个知识点 当然这一块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考察的是大家的一个这个思想 也就是大家的一个逻辑思维方式 有没有幻想有没有混乱 好的 这个呢是我们本节课呢主要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但是阅度而言之否